近日山东合泽草县爆火出圈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这座四省交界处的县城如此火爆的原因 与它在不少细分领域实力强大有关 据不完全统计 日本市场上90%的棺木都来源于中国山东草县 5月23日 记者前往草县最具代表性的棺材小镇庄寨镇一探究竟 当日记者一走进庄寨镇 便看到很多空地上晒着一堆一堆整齐裸裂的铜木板材 街道上到处都是木业公司木业加工的排放 依托优质的铜木资源 小镇众多企业靠木材加工发家 在一家出口日本的棺木生产企业内 淡雅色调的高颜值布棺 雕花细腻的精致木棺 在工人们的桥手下制作而成 据该企业销售总监秦雪红介绍 日本人去世后会连同棺材一同火化 这就需要棺木 要用易燃至青的材料制作 而草县盛产的炮铜木成为最优选择 铜木呢 就是在我们这种板材加工基地 是一种性能比较好 它不容易变形 而且加工起来呢 它这个容易加工 钉钉啊什么的都比较好 牢固性比较好 加工这个棺木 每个月大概消耗400立方的铜木板材 相当于650克铜木树 每年往日本出口的棺木的数量大概是30多万套 其中呢 布棺大概占了有18万吧 木棺大概就是12万左右 秦雪红说 日本人对棺木品质的要求非常严格 制作一口棺木需要30多道工序 由于棺木均由工人们手工制作完成 棺木也大多以素色为主 在加工时 工人的手必须保证清洁 就连指甲都要清理干净 日本客户呢 是比较认真 比较仔细的 他们对这个产品的质量是要求非常高的 比如说我们的木棺 如果这个表面上有一点点的掉皮 比如说一毫米啊 或者是几毫米的掉皮啊 都是不可以的 我们要重新维修 呃 就是我们维修的时候 用了一个皮子 和其他地方原本的皮子的颜色是要一模一样的 还有这个木材的选用啊 也是要有那个合格证的 燃烧之后啊 不能产生过多的一些杂质 在庄寨镇 众多出口型棺木生产企业 兴罗起步 记者随后走访了一家 重点出口欧洲的棺木生产企业 该企业生产的棺木 主要出口至西班牙 意大利 法国等国家 与出口日本的棺木形状不同 出口欧洲的棺木 主要以多边形和椭圆形为主 头大为小 棺木表面也需进行土区处理 据该企业负责人国安华介绍 他之前一直在广东 做棺木加工生意 2016年才将企业搬至朝鲜 我们公司是从广东那边搬过来的 在广东一直是做西班牙市场 南非市场 在朝鲜的话 主要是原因是 就是朝鲜是 铜木生产基地 我们做的棺木 用的材料 刚好全部是那个铜木拼板 占98% 在这边开厚了 意大利 法国 罗马尼亚 现在在这经济下的一个 俄罗斯 每年出口到国外的 把25000个到3万个的用 据草县庄寨镇党委书记 郭凤铭介绍 装炸镇是中国重要的人造版生产基地 中国最大的铜木加工出口创汇基地 铜木制品出口量 占中国同类产品的70%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